全球风AI连带晶元需求跟着暴增 除了护国神山台积电受惠 旗下的相关集团也迎来利多 哪些个股值得留意关注 来听听专家分析 超限笔电功能大升级 全球风AI连带晶元需求也暴增 护国神山台积电旗下集团也受惠 包括财运 包括世界先进 包括精彩以及创意 其中我们就挑财运这档个股 来做一度深入的一个探讨 财运4月份的月营收 是微幅的一个月减0.2% 那跟去年同期比 它是唯一正成长年增9.2% 至于说今年第一季的EPS 它维持小赚0.57元 那以今天台湾股市大跌将近300点来说的话 财运微跌了一个3.5 收在275块 也是从这个高档 这个回档的一个第二天 近期公布的一个第一季的一个季报 出现很好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数字 毛利率19.84% 营益率9.66% 至于EPS则是0.57元 而公司表示近期有同业将CS产能转为生产DRAM 这有助于客户市占率提升 目前新主厂产能也已经满载 龙潭新厂方面因为是一个高度自动化的一个产区 目前也是4月份就已经开始量产 也预计在今年第三季也可以达到这个满债的一个阶段 那董事长这边也是正向的一个指出 财运目前的一个订单已经看到了一个今年的第三季 那整体来说的话 下半年的营收会优于上半年 展望是审慎乐观 至于2024年的一个业绩 也会比去年2023年还要来得好 所以短线上整个的一个产域 好像已经整个的一个大底已经确立了 后市留意法人持续大买进的一个动能就可以了 布置新主厂产能满载 高度自动化的龙潭新厂也开始量产 后市展望未来可期 都是材新闻综合报导